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 所以,一个人默默承受这一切。 有些人的性格就是这样的,宁愿自己默默守候一个人,也不会宣之余口。 如果两个这样的人碰撞,就只能硬生生地错过了。 所以,读懂对方的话外之意很重要。 1.女人暗恋你的几个称呼。 1.你喜欢听到的称呼。 暗恋你的女人特别在乎你的感受, 为此,暗恋你的女人会在改变称呼之前征求你的意见, 通常会跟你商量,直至商议出你喜欢听的称呼。 越是暗恋你的女人,越会在称呼方面处心积虑迎合你, 首当其冲会在称呼方面投其所好。 总而言之,称呼能够博得你的喜欢才是硬道理。 但凡你有朝一日透露出不喜欢先前制定的称呼了, 女人势必会见风使舵,用择日不如撞日的方式跟你重新议定称呼。 2.具有唯一性的称呼。 暗恋你的女人会有占有欲,即使没有明火执照针锋吃醋, 针锋吃醋也会暗流涌动。 为此,暗恋你的女人针对你使用的称呼, 既具备唯一性又具备排他性, 既不会跟其他男人发生重鸣的现象, 同时,又不会允许其余的女人随波逐流。 特别的称呼被暗恋你的女人赋予了特别的爱, 希望你能够早日开窍。 3.含糊其词的称呼。 暗恋你的女人称呼你就是为了拔水搅浑, 进而实现浑水摸鱼, 毕竟水至轻则无鱼, 通常会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平凡用口误的方式误打误撞, 使用暧昧的称呼, 好比如亲爱的、老公或者爱人之类的称呼, 用不合时宜的称呼, 让你们的关系变得非同寻常以及耐人寻味。 除此以外, 女人还会穿插使用你至今才会使用的称呼, 试图用隔山打流的方式跟你的至今, 实现气投并进。 无论你小时候的曾用名还是你的乳名, 暗恋你的女人都可能会用来投石问路, 试探你的感情虚实。 女人暗恋你的终极目标就是成为你的至今, 把混淆试听的称呼派上用场, 只不过是直奔主题的手段。 2. 婚姻后的称呼 1. 小妖精 拥有真爱的夫妻经营婚姻的时候将另辟蹊径, 在日常生活中适当增加趣味性。 如若男人无与伦比爱上你, 将会认为你分外妖娆, 既妩媚又娇弟弟, 并且会配套使用小妖精的称呼, 跟你打琴骂俏。 无论男人称呼你为小妖精, 还是你听到小妖精的称呼, 你和男人都会乐此不疲, 乐在其中。 小妖精的称呼可以作为专属的私房称呼, 唯有相对应的男人才能教你。 由此, 真爱就划定了范围, 真爱领地意识就会凸显出来。 小妖精的称呼既能够体现出真爱, 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升华真爱。 小妖精的称呼可谓有多种作用, 简直是一举多得。 二, 还他妈。 真爱需要看得见以及摸得着的证明, 爱情的结晶就是真爱重中之重的见证。 如若男人真爱你, 就会跟你结婚, 如若条件允许, 又会跟你生孩子。 等到万事俱备, 还他妈这一称呼不是欠缺的东风, 甚至欠缺的东风。 还他妈这一称呼就是真情流露的必然, 既然横空出世, 也就会呼之欲出。 孩子是婚姻的纽带, 没有真爱的夫妻, 反倒会认为纽带成为牵绊。 男人肆无忌惮用还他妈称呼你, 说明男人既把婚姻的纽带当成甜蜜的负担, 又会用还他妈这一称呼, 强化婚姻的纽带, 让婚姻的纽带日益牢靠。 与此同时, 男人希望以心换心, 进而礼尚往来, 希望你能够使用还他爸作为称呼。 3.老太婆 老太婆的称呼意味深长, 不仅蕴含了老伴的含义, 而且蕴含了太太的含义, 重中之重还有老婆的含义, 简直是三位一体。 不得不说老太婆的称呼分量, 没有最重, 只有更重, 称呼起来却举重若轻, 男人真爱你的话, 将会希望跟你白头偕老, 偶尔使用老太婆的称呼, 既是男人对未来的憧憬, 又是男人对你的肯定。 如若你还没有成为老女人, 老太婆的称呼将会衬托出你的年轻, 到时候你无论叫男人老头, 还是叫男人老伴, 都会实现交相会议。 正如上了年纪的夫妻 喜欢穿较为鲜亮的衣服, 有次你和男人没有上年纪的话, 使用较为年老的称呼, 将会歪打正着, 实现结肠不断, 生活得以优势互补。 三, 女人对男人的心动, 过了六十岁的女人, 在余生是否还会对男人动心, 唯有过了六十岁的女人才能够说出, 所以只有经历过后才会有发言权, 有几位过来人表述了自己的心声, 一起看看吧。 一, 安女士, 六十一岁, 我是女人, 因此我更了解女人, 别说过了六十岁, 我估计即使过了七十岁或者八十岁的女人, 之所以迟迟没有出现心动的迹象, 是因为没有遇见心仪的男人, 等到遇见心仪的男人, 极有可能会心动, 正所谓实色性也, 对我来说只不过伴随年龄逐渐增长, 虽然欲望会逐步衰退, 但是到达一定的条件, 将会再一次激发出来, 欲望的大小跟条件符合的程度极其相关, 我有追求爱情的权利, 即使我暂时没有需求, 我也会保留追求爱情的权利, 二, 李女士, 六十三岁, 无论我的年龄大还是小, 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动心, 我的本能不会因为年龄增长就彻底消失, 充其量会逐渐消失, 只要我还活着, 随时随地, 有可能会对男人动心, 邂逅可遇而不可求的男人, 将会成为我动心的理由, 我对男人动心的根本原因是重启了审美需求, 以及精神需求, 当然, 等到我进一步了解男人以后, 还会伴随物质需求, 动心终将回归到现实的层面, 动心的内心动力就是为了消除寂寞, 以及消除孤独, 渴望得到陪伴, 如入我的身体健康允许, 照样会有或大或小的生理需求, 我认为动不动心, 不在乎年龄多么大, 毕竟仍有七情六欲, 只要没有邪念, 女人看到心仪的帅哥会动心, 男人看到心仪的美女会动心, 基本上是人之常情, 原本无可厚非, 发起感情攻势的过程, 就是心动不如行动的过程, 是否会动心跟我的年龄没有关系, 关键是我有没有遇见值得让我动心的男人, 只要在合适的环境下, 以及允许的条件下, 无论跟我同龄的女人, 还是比我年龄大的女人, 都会有心理反应, 心理反应既是动心又是动情, 毕竟人非草木, 孰能无情, 总之, 生活当中从来就没有缺乏过缘分, 有的只是缺少发现缘分的男人, 特别是对待女人意味深长的称呼, 会充耳不闻, 简直是错失良机, 中年才是一生中最通透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女人更习惯反转认真的传达爱意, 曾经有过这样一句话, 爱情不可能长久地隐藏, 也不可能长久地伪装, 但想要确定, 这个女人是否真正地把你放在心上, 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当一个中年女人悄悄向你传递以下这些信息的时候, 就是想和你发展爱情, 千万不要忽略, 一, 遇到事情共同承担, 大家都知道, 患难见真情, 一个真正将你放在心上, 打算与你共化未来, 携手并进的人, 一定会是你温暖的避风港, 他愿意在你受挫时, 陪伴你渡过难关, 愿意在你情绪低落时照顾你, 不将情爱挂在嘴边, 与你共同承担一切, 勇敢护你的人, 看不得你受苦, 看不得你委屈, 就算自己并不强大, 也要将你护在身后, 为你遮风挡雨, 两个相互倾慕的人之间, 更多的是相互扶持, 当你倦了, 我便为你撑起一片天, 当我倦了, 便躲进你为我打造的温房, 你知道吗, 深爱你的人才会这么做, 步入中年, 都将情爱看得如此淡薄, 甚至遇到对方的缘分难得, 更多的情况下, 要的不是用来, 妄媒只可缠绵情话, 而是一转身, 你便在灯火阑珊处, 能够在平凡中相伴, 漫长中坚守, 二, 永远对你有空随叫随到, 张小贤说过, 琐碎的生活也是爱情的一部分, 虽然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 但除去风花雪月, 更多的是两人面对的生活日常, 譬如平淡的一日三餐, 就会给女人迎来一场喜怒哀乐的情绪变化, 此时你便成为了此时唯一的慰藉, 如果她的心中有你, 便会忍不住地想你, 受不了见不到你, 哪怕在这平淡如水的日子当中, 即使两人相顾无言, 但只要有你的陪伴, 她便会觉得心灵得到了安慰, 中年女人的重心与小女生不同, 更多地放在了事业与家庭中, 并不是对谁都能够抽出时间, 当她能够永远对你有空, 你要知道这是真真切切把你放在了心里, 打算和你长长久久走下去, 三,对你格外包容和理解, 听说看一个女人对你的感情程度, 就要看她和你吵架时候的态度, 当情绪打败理智, 占领高地, 往往会彰显一个人最真实的一面, 平常谈天的时候她固然动人, 但不完全可以亲情相对, 当两人发生争吵的时候, 才会暴露出对方是不是真的想要托付于你, 长久相处的两人, 即便是你浓我浓, 也不能避免因为生活的一地鸡毛产生不满, 有的女人哪怕平常对你温婉贤惠, 可一旦和你闹了矛盾, 就会立刻换了一副嘴脸, 往日的端庄尽数失去, 一定要和你在一件不足挂齿的小事上争个输赢, 哪怕你以失望透顶, 她也依旧只在乎你是否愿意低头, 还有的女人即便不会如此, 也会用沉默把你打个措手不及, 你想和她开诚不公地谈一谈, 她也只会留下一句, 你要这么想, 我也没办法, 殊不知, 伤人心的从不只是恶语相笑, 这无言的哀怨更是让人心如刀割, 还有一种人每次都很懂事地让人心疼, 他最不愿意你动怒, 总是一笑话干戈, 即便是后回想起, 这件事情是你的不对, 就算那时她满夫道理想与你争辩, 可一看到你难过郁闷, 更像撒了气的皮球, 马上放低了姿态来哄你, 你知道吗, 她并不是真的怕了你, 而是时刻把你放在心中, 因为在意所以迁就, 因为疼惜所以愿意低头, 她深知, 在中年人的感情世界里, 那些大道理, 她曾讲过了十万八千遍, 如今, 眼前人才是最重要, 不必非要争高论低, 比起输赢, 她更在意的是你的感受, 如果你此生有幸遇见那么一个女人, 请记得一定要好好珍惜, 因为在那些包容让步的背后, 藏着的是最无言的深情, 四, 会为你创造节日惊喜, 想要判断她是否愿意与你发展感情, 只需要过一个节日便知道了, 当一个女人把你真正地放在心上, 就会格外注重节日的仪式感, 会费尽心思, 为你准备一些浪漫的惊喜, 向你隆重地展现她对你的爱意, 也许没有价格昂贵的礼物, 也许没有高档餐厅的晚餐, 但想与你发生婚外恋的女人, 一定会尽心竭力地将她认为最好的东西分享给你, 记住你的各种爱好, 在许许多多的日子中, 为平淡的生活增添幸福, 她注重的也许不是节日的惊喜, 而是希望在一些独特的日子当中, 为你带来与众不同的开心, 不在乎你的女人, 便是恰巧相反, 永远都在等待你为她创造节日惊喜, 会因为收到的礼物不满意, 对你发脾气, 转过头来还会说你的不是, 长久的爱情需要制造生活的惊喜, 甜蜜的爱情是两人共同的努力, 什么都不想为你付出的女人, 也许她真的没有那么在乎你, 眼里自然也没有你, 然而, 真正想要与你在一起的女人, 根本就不需要你去要求和提醒, 她就会做好一切, 只要她心中有你, 哪怕是一顿简单丰富的家常菜, 一份你需要的东西都应该会欢欣应下, 爱与不爱, 从一个人过节时对待你的态度, 为你花费的心思, 给你付出的精力中, 就可以找到明确的答案, 与其去纠结她的想法, 不如去看看她的做法, 五, 会向你倾诉忠诚, 当她愿意主动分享自己的, 深埋已久的心事时, 你就要注意了, 她已经向你发出来婚外恋的暗示, 当她和盘托出自己的故事, 说明她早已将你放在了不平凡的地位, 期待与你产生共鸣, 能够分享内心深处的秘密, 与你心心相应, 在外的她也许开朗大方, 是一个没有心事的女人, 但如果你有机会看到她与平常不同的另一面, 对你毫不保留地暂示自己在深夜, 才偶尔回想的内心历程, 能和你的想法产生共鸣, 也能向你展露真实情绪, 这样的人, 其实比你想象的更加爱你, 当女人有了和你进一步发展的想法, 就会将大部分的注意力转移到你的身上, 她会无时无刻地关心你的冷暖, 惦记你的起居生活, 她甚至会因为你对自己的不重视感到难过, 一个正处于孤身状态的女人, 对你表现出极度的关心, 似乎将你与家人摆在了同一地位, 在你面前有这样的表现, 霸晨是已经喜欢上你了, 一个女人向男人虚寒问暖, 比如说, 你今天怎么没有吃早饭呢,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你怎么这么叫人不省心啊, 这句话看似是虚寒问暖, 实则是对你无限的关怀与爱护, 如果她出现了, 一定要紧紧握住这段缘分, 女人都是感情动物, 当她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 就会给你一些暗示, 比如说会给予你对他人不同的态度, 比如在其他人面前, 表现出独立坚强的一面, 在你面前却是小鸟依人, 当和你情到深处的时候, 多半会更加理解你, 愿意主动低头, 主动宠着你, 惯着你, 不愿意再和你去争辩一时间的输赢, 遇到这样的女人, 如果不能给她幸福, 也不要轻易辜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